今天凌晨进行的欧洲杯热身赛爆出了冷门 意大利队的主场出人意料的以0比3大比分赋予了俄罗斯队 同样面对参加欧洲杯的俄罗斯队 意大利队后防线时漏洞摆出 被科尔扎科夫和西罗科夫新户攻入了三球 其中西罗科夫个人独中两元 最终意大利队继前两场热身赛输给乌拉圭和美国后 再次是以0比3遭遇一场败局 而这也是意大利队1986年2月以来首度三连败 在欧洲杯即将到来的时候 蓝衣军团的状态让人担忧 另外两场热身赛 欧洲杯16强之一的捷克队1比2不敌 实力一般的轩软力队 而欧洲杯的东道主乌克兰队则2比3赋予